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将在4月29日赴美国国会发表历史性演说 他将是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演说的首位日本领袖 媒体报道 北京高层酝酿以贪腐犯罪 判决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死刑 立即执行 纽约曼哈顿东村移动五层楼公寓大楼 26日发生爆炸倒塌意外事件 随即起火燃烧 目前已是30人受伤 法国调查指夫妻师卢比兹 疑似续遇让飞机坠毁 秘女子称 卢比兹几年前曾抢她的女儿表示 有工作俊怠或忧郁问题 五棒头条带您关心得意航空坠毁 调查警报发现是夫妻长蓄意坠机 而最新的说法指出 这名28岁的副驾驶有忧郁的倾向 曾经暂停受训数个月 而目前德国警方也已经搜索副驾驶的住所 法国检察官罗宾在公布调查结果时称 驾驶舱的录音记录表明 狙击发生时机长并不在驾驶舱内 而是副机长在操控飞机 当时机长曾离开驾驶舱 并将飞机交给副机长卢比茨来驾驶 而机长回来时却被副机长锁在门外 此时副机长按下飞机下降的按钮 开始俯冲下降 驾驶舱录音记录同时显示 机长曾用力撞门 但副机长拒绝回应 而录音中副机长的呼吸声表明 他当时身体状况正常 因此得出他人为制造坠机事故的结论 德国交通部长多布林特随后也表示 赞同法国检察官的调查结果 有资料显示 28岁的副机长卢比茨为德国人 2013年9月加入德裔航空公司 飞行记录为630小时 与他同在一个飞行员俱乐部的其他机师表示 卢比茨看上去很正常 故意制造飞机坠毁令人震惊 星期四 遇难者的亲友约250人 赶到坠机地点附近吊艳亲人 150名遇难者中 有72名德国人 50名西班牙人 3名美国人 以及其他来自12个不同国家的乘客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 德国副机师蓄意坠机震惊外界 德国总理梅克尔表示 原因让人难以理解 现在虽然家属已经抵达到搜救的现场 但由于残骸被撞得粉碎 罹难者的DNA也鉴定困难 今天我们有资料 我们有资料 这些传言 有新的 有极限的 并没有 美国和美国决定 德国总理梅克尔最新发表的谈话说 失事的原因让人难以理解 而空难发生的第二天 搜救队员表示 飞机残骸被撞得粉碎 也几乎找不到全尸 因此遗体的DNA鉴定作业 会受到影响 911恐怖攻击后 国际的客机开始配置防弹门 只有机舱内的人才可以开门 而这次的空难后 德国准备强制规定 驾驶舱必须要有两人同时在内 避免类似的不幸再次发生 看你看到驾驶舱的进出流程 如果机组人员发现问题 首先可以通过电话联系机长 在没有得到回应的情况下 可通过按警号键 向机长请求进入驾驶舱 如果三秒后 机长没有做出反应 电话联系仍然无效 机组人员可启动紧急进入程序 按下紧急密码后 需要等待30秒获得舱内认可 如果舱内无意义 门就会打开 不过如果机长在30秒认证期间 启动异议否决 将舱门彻底锁死 那么外界将无法进入驾驶舱 得益副驾驶 很可能就是采用这个方式 将机长锁在驾驶舱之外 新唐记者周期综合报道 镜头转回台湾 来看到中共片面画设M503航线 即将在后天启用 今天早上 生意团体与多位的学生 来到立法院的大门前 拉起白布条抗议 痛批陆委会丧权入国 成员们高喊口号 拒绝M503航线的启用 并要求陆委会回应 而在稍早的院会 台联党团则强占主席台 杯葛议事 台北市长柯文哲 今天表示 由于松烟的大烟囱骨鸡 已经达到青岛的警戒值 若不能解决安全的问题 大巨蛋的工程 今天恐怕要先暂时停工 我恐怕今天就 就要先讨论那个 对骨鸡的影响 已经达到青工标准 这个到底要怎么处理 今天要先紧急处理 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 大巨蛋还是以安全为原则 在安全条件之下 还是想办法看 能否做最小的跟动 不过这些都牵涉到专业 还是等4月15日 完整的体检报告出来再说 环保局的报告 他们那个已经造成 骨鸡的那个 青岛的 那个包括大英冲 那些骨鸡的危险 已经达到警戒值了 所以今天中文 我会先把他们工程找来 因为如果不能解决 恐怕要暂时停工 而总统马英九 接受中国时报专访中透露 当初美和氏签约 是副市长决心 他完全对详细内容不了解 柯文哲也针对此事 做出回应 美和氏签马市长在当 马总统在当市长的时候 什么都不知道 这才是问题嘛 才会有美和氏签 这就是问题嘛 马英九在专访中也表示 如果他在市长任内 所推动的开发案有缺失 也愿意接受调查 但监察院已调查过 也没有来调查我 好 拜拜 先讨人亚太电视 胡中安 黄天峰 台湾台北报道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 财经100秒 财报周即将登场 但夜门陷入内战 投资人观望不前 美股连续第四个交易日收黑 到穷物业指数中场下跌40点 华尔街日报报道 汇补公司将与中国紫光集团达成协议 出售汇补所持有的 中国数据网络业务控制股权 而紫光集团去年9月 圆满下英特尔公司20%的股份 助展杂志提供最新的统计报告 指出近6年北市房屋超额供给 但房价照涨不误 其中超额供给最严重的是文山区 超额供给约1万户 媒体报道 英国公司行政总裁库克 计划捐出所有的财产 目前的库克净资产值估计约1.2亿美元 加上限制交易的股票 库克的总身价将近新台币240亿元 新唐人亚特电视整理报道 台湾之星今天举行董事会 外界关心顶纪集团股权的交易 及人事的动向 稍早有媒体报道 顶纪集团魏映焦将辞去 台湾之星的董事长职务 而魏映焦旗下的主管 也将一起退出董事会 由顶纪大董魏映州的人事进驻 可能以非电信人事为主 接着我们来看关心下节新闻重点 纽约曼哈顿公寓爆炸起火倒塌 已经知道至少30人受伤 加拿大国会通过动议将制裁 将制裁加拿大国内外那些侵害人权的人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锁定新唐人五间新闻 喝到好水 你的身体会知道 瓦厚拉遵循大自然 以三态循环还原水的本质 水分子高速撞击 活化水体结构 专利制成分离污染物质 真正能让细胞吸收的小分子水体 瓦厚拉水和乐 乐你喜包的水 一 二 三 快 文 准 沉浸科技掌握重复定位2μm的精密度 是台湾制造定位制夹具的尖端开发先锋 目前全世界只有四个国家 生产此定位夹具和有成进 能够成功相容其他各国产品 并拥有自行研发先进人员 台湾之光 夹具首选 沉浸科技 美国纽约曼哈顿东村今天惊传爆炸 建筑物起火倒塌 超过百位的警销人员前往救灾 交通也大打劫 而目前的受伤人数已经升高到30人 请看我们来自纽约前线的报道 那现在呢我就在火灾的事发现场 在曼哈顿下城的七阶和二大道在我身后 那警察给现场的记者发了一个这个 空气中充满了浓烟的味道 非常刺鼻 那我身后呢这个能见度也很低 整个被浓烟笼罩着 我们在过来的时候呢 直升飞机在天空盘旋 附近的居民说呢 很多年很多年没有看到这么大的火灾 而且我们看到了很多人 很多人被从担架抬出来 据说还是有不少伤亡的 那么具体 那么具体伤亡的数字呢 那稍后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 发生爆炸的是位于121号的大楼 但是倒塌的却是123号大楼 火灾影响到了周围的四座大楼 浓烟从楼中冒出 很快窜出火蛇 这次大火被列为较严重的七级 在二十多条街之外都可以看到 据其爆炸发生后 消防员三分钟之内便赶到了现场 陆续有200多位消防员到现场救援 采用的都是从外部高压水枪灭火的方式来灭火 在现场我们看到火势已经得到了控制 据随后在现场召开的记者会上 市长白思豪表示 有12人在大火中受伤 其中三人伤势严重 发生爆炸的是楼下的一座寿司店 在下午两点左右 煤气公司Kenn Edison正在楼中进行检修维护 发现有不合适的设施 据目击者称 爆炸发生时店内还有其他顾客 店面的玻璃被炸飞200多英尺 人们跑进大楼把被困的居民救出 还有人从消防楼梯逃下 就看到那边有火灾 然后他在事发的时候 正好在这附近 然后正好那时候走过去看到 就有很多人被抬出来 然后整个有很大的火 有很多人被抬出来 对被用支架抬出来 那火灾事故的原因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接着但您关心 近日加拿大国会通过动议要制裁 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人权侵害者 人权律师建议制裁的处分方式 可以包括像是拒绝签证 驱逐出境 以及冻结在加拿大的资产 由Irvan Kotler发起的动议 获得加拿大国会一致通过 动议要求加拿大政府制裁 侵犯人权国家里 那些实施侵害人权的个人 动议的初衷是制裁那些酷刑 和杀害俄罗斯律师 Magnetsky的人权侵害者 外交部长国会秘书David Anderson表示 最后的动议针对了一个更广泛的地区 也适用于中国的人权侵害者 参议员Andruchek表示 现在应该着手下一步立法 国际人权历史迈塔斯指出 如果加拿大采取行动立法 制裁一般包括拒绝签证 冻结在加拿大的资产等 迈塔斯认为此动议的正面意义还在于 一旦人权侵害者们知道 他们要为其行为承担后果 他们会有所收敛 新唐人记者周立敏 沃泰华报道 香港传真来看到特首梁振英争议不断 之前他说要把泛民议员赶出议会 昨天又说符合当地的宪法制度 就是真普选 遭到议员炮轰 十多名泛民议员在立法会议事厅外 向梁振英下战书 要求就政改方案进行电视辩论 梁未有理会直接步入议事厅 多位泛民议员在达文大会上追问梁振英 恢复承诺为港人向北京争取真普选 你的民望和支持度也都跌至历史新低 你是香港人最大的羞耻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香港人真的很想尽快赶你下台 你会不会承诺 在你今届的任期里面 尽快正式向中央提出 争取一个无筛选的候选人提名制度 香港的真普选 就是根据香港的基本法 和人大常委会有关的决定 所实行的普选 我想问你缅甸、北韩、中共 那些是不是都是真普选呢 根据当地的法律所实行的普选 就是那个地方的普选 此言论遭到泛民质疑 认为是国际笑话 北韩也是普选 缅甸也是普选 伊朗也是普选 大陆都可以是普选 那你现在就扼这个给我们 就叫我们做普选 你是不是应该收回这些说话 向香港人、向国际社会道歉 奋大大会尾声 社民连梁国雄及人民力量 陈志全、陈伟业 先后向梁振英丢置抗议物品 表达不满 三人被逐出一时听 泛民议员批评梁振英 没有胆量接受挑战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道 近日大陆媒体纷纷起底 政权控股幕后老板郭文贵的庞大政商网 其中都不点名的提到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 现任河北政法委书记张月 此前大陆媒体已经曝光此人 由于过于敏感 文章被全面删除 其因迫害法轮功而被海外追查国际 列为追查对象 近日北京方面通过一系列渠道释放信号 周永康案涉及的罪行将升级 最近两三个月就可能被起诉审判 25日由海外媒体爆料 称北京高层正酝酿以贪腐犯罪 判决周永康死刑立即执行 华盛顿邮报报道 中国从2011到2013年 使用大约64亿吨水泥 超过了美国在整个20世纪 使用的数量44亿吨 太多自上而下的经济计划 带来的浪费 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增长 带来的环境后果 中国至少有1300万黑户存在 这些人没有户口和身份证 长期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 中共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副研究员万海远指出 这些黑户容易成为社会的定时炸弹 如不正视将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关心神韵艺术团世界巡回演出的消息 神韵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会议中心 举行首场演出 观众们表示能感受到演员们的心灵 散发出光芒 更加了解中华文化 能看神韵是荣幸 我真的喜欢它 我爱了颜色和颜色 我认为了颜色的表演 我认为了能够的表演 我认为了颜色的丝丝 我认为了颜色的丝丝 我认为了颜色 我认为了颜色 颜色的颜色 每个人都在发生了 我认为了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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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偷渴了颜色 走动上 I feel that the dancers aren't just performing that it's coming from within them that is the energy is kind of nearly like a light burst and forth from within them I was really impressed and the costumes were amazing and I put I particularly liked which is very unusual to see is the film behind and the dancers jumping in and out and the creative nature in which they throw things in or paint on the screen and then it becomes a life of its own so I really love it yeah well done for bringing to Ireland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for bringing the show to Dublin and thank you for this wonderful experience and it's awful to think that these shows aren't performed in China where they came from and I feel very privileged to be here and I feel very privileged and honored to see a show like this I would recommend anybody to go and watch it It would be well worth seeing and would tell you a lot about Chinese culture It was very very enjoyable and I would recommend people to go see it 新唐人记者杨毅欣 爱尔兰 都柏林报道 今天我们关心下节新闻重点为了增强人们防火意识 纽约市布鲁克林区长推荐一款手机APP 可以远程传送火灾警报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请锁定新唐人五间新闻 安博 安库 roast 烧烤万用炉 全球独创自动烧烤 各种食材皆可烧烤 拳击 腰果也难不倒 360度自动旋转 荣获多国专利 三立四不锈钢精工打造 安全 无毒 耐用 攜带方便 轻松搭起 友谊桥梁 汉博 安库 roast 我喜欢你干净收爽 我喜欢你除臭抗菌 我喜欢你舒适透氧 Unitop 组好除臭袜 使用黑金钻除碳纤维 给您前所未有的干爽感受 防霉抗菌持久弹性 排水透气冬暖夏凉 除臭率百分百 坚持最好 环保健康 现在就上网搜寻 Unitop 组好 灵山圣地 落叶归根 慎中追远 孝思无限 万丹山四立花园公墓 位居南投明间的明山净水 交通便利 使龙虎卧护的风水宝地 拥抱自然美景 吸取灵山地气 致敬先贤长者 必因后世子孙 万丹山四立花园公墓 日本核灾区食品违规书台 卫福部今天上午迅速宣布讲诚 金融办事处边境查验的黄姓科长 被调离主管一职 降为记证 原因是没有在第一时间将基层人员查获事实上报 好 带你看到台北市日前取消U-bike 前半小时免费改收5元 而昨天台北市的停管处又宣布 年底前台北市所有的停车阁将全面收费 其中未在路跟街的这个停车阁呢 9月底前就会开始收费 我们大概9月路的停车阁全部收费 到12月的时候会到向 也要全部收费 所以大概到年底 我们台北市5万个停车阁就全部要收费 那当然除了使用者付费的概念以外 也比较好管理 另外目的是 我们还是希望整个台北市民 如果可能的话 尽量用公共运输系统 客问者表示 现在有的停车阁有收费 有的没有收费 有一次要收费的时候 每一次要收费的时候呢 每一区都说 为什么不从其他区开始呢 那讲好时间全部开始收费 最公平 虽然LED灯使用普及照明大厂 持续研发创新 南亚光电董事长王文潮 亲自率领团队投入研发 挑战最轻巧省电的LED球炮灯 另外照明结合美学的设计 也是展场的亮点 像是花朵造型或是流线的中型灯 都吸引买主目光 南亚光电董事长王文潮笑得开心 拿着亲自率团研发的新款灯炮 体积是一半LED球炮灯的一半 大约70克 亮露模拟白痴灯炮的全周光 轻巧省电的设计 要挑战LED球炮灯的试战率 它花光的角度比较大 所以你可以直接的看着它 我们不会感到很刺眼 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价位 要定到一个合理的范围 台湾LED原件产业产值 年增率达14% 幅度较去年扩大 业者不仅克服LED灯成品重量 直视的昏暄问题 并着重外观设计 像是这一款花朵造型的球炮灯 灯座是红色花瓣 光源中间是花蕊图案 另一款流线设计的中型灯 获得台湾照明创新设计奖肯定 加上多样化的光学模组专利 不论是用在工厂或是体育馆 借由不同款式的凸透镜 将散射光源更集中 减少光源流失 达到节能效率 同样的瓦数的时候 我透过镜头的控制 我的照度会比人家还强 像如果说要照到10米 或者甚至到100米以上的 别人如果没有这个光学的话 它是做不到的 贴合产能与美学设计 摆脱LED灯的刻板印象 一年一度的台湾照明展 招揽国际买主目光 也看到厂商源源不绝的 创意能量 新唐人亚太电视 曾一豪李津津 台湾台北报道 接下来带你看到 3月27日的天气预报 字幕志愿者 李津津 字幕志愿者 李津津 以上就是今天的 新唐人五间新闻 感谢收看 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津津 字幕志愿者 李津津津